而中国在台海周边进行针对性的海空军演 这陆委会也正式的对外发生了予以强烈的谴责 陆委会批评中国对台武力威胁 严重的破坏区域和平稳定跟两岸关系 企图侵犯我国的国家主权 还有威胁台湾人民的生命安全 更是对全世界民主和平的公然挑衅 中国这藐视国际法跟联合国的宪章的和平原则 印证了之前说的全球安全倡议只是个谎言 强调我国绝对不会退缩更不会屈从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